大家看一下这里的26亭的题目 26亭呢,一样台湾附近的表层的海水 然后它已经有高寸云的冬季 右边的图是冬季的温度 所以呢,这里的线条 我们先看右边的图了 这里的线条,你有没有发现 它有标25、24、23等等 这个呢,是温度 所以呢,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都叫做温度一样 所以呢,它叫做 等、温、线 就像你的等高线一样 一条线上呢,如果呢 高度一样,它就把它画在一起 或者呢,等压线 气压嘛 那这里呢,叫做温度一样 它把它画在一起 所以我说这个呢,线条叫做等 温、线 来,那现在的话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25、24 越来数字越小 因为越来越往北边 北边怎么了 越往比较中纬度、高纬度的方向去 所以中纬度也罢 高纬度也罢 越往高纬度的地方如何呢 然后到它的能量上 温度就会比较低 比较小 所以我写低小 可以接受吧 但不管怎么样 这里的水刚才有说了 这是黑草的主流 所以呢,这里的海水温度通常会比较高 那么你可以看到25度、24度 这横串外海 继续这里呢 有水想要往上 这个叫做支流 可是刚刚题目有说 现在叫做什么天 冬天 所以我的黑草的支流 要往北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原本乙的客人都说没有 后来研究发现有 可是呢 虽然有 但是流速快不快 慢 因为冬天 主要呢 吹了东北风 所以我们的这个黑草支流的水 想要往北 不容易 不容易 游 但是不容易 所以呢 意思也就是 它的流速变慢了 变小了 好吗 来 那可是有一个问题 叫做 这里就是台湾海峡 除了中国 不 除了黑草支流 因为吹了东北风 所以你有看到 这里有花蓝色的蜡笔吧 我们的中国压岸流呢 蓝下 所以呢 这里海水温度 十几度 十三 十四 十五 意思 这里 你看哦 看我花一条线哦 相同纬度 十三十四度 这里呢 二十二十一度 温差几度 五度六度 差的大还是小 很大 意思也就是说 冬天的时候 台湾的两侧的海水温度 温差 是很大的哦 夏天温差就不大了 来 所以我们回过头看题目 好吗 题目问你说 谁的温度最高 他有标夹一顶丁 只是我的夹一顶丁在哪里 来 移在这里 这里可以看到 在十六跟十七之间 然后夹在这里 夹呢 在二二跟二三之间 我的丙呢 来 丙在这里 二十跟二十一之间 丁在这里 十三跟十四之间 所以你应该有发现 越往北边温度越低 另外台湾海峡的温度也比呢 台湾的东部外海温度来的低 所以题目只是问你温度最高 很好选就是脚 如果要排序呢 我刚刚事件有等 温限来看 事实上直接有排序 下面我有写给你 可以接受吧 脚最高 然后丁 然后才是这里的 一跟 丁 代表我们这个中国人暗流 水又来到这里了哦 你更可以想象呢 沿着中国 沿着台湾沿岸的黑潮水 黑潮水的水有多么的渺小 可以感觉吧 就这样咯